成都是我生命的起点 而火锅就是我味觉的启蒙 我的名字叫吴小飞Dyson 我今年25岁了 我来自英国 是一个会说四川话的英国人 我现在在全职 在研究制作动态艺术 也可以称为动态装置 比如说一只鸟固定在支架上 我可以让它的翅膀翻动起来 可以让它飞起来 可能因为我九岁去的英国 所以对成都的印象很模糊 成都应该算是我的我的home南 我对成都的印象就是火锅 在英国过节的时候 比如说圣诞节 别人可能会吃火鸡 牛排 但是我们家每年过圣诞节都是吃的火锅 我们的火锅料是托朋友和我们从成都带过去的 之前小的时候就是妈妈做火锅给我吃 但是大了以后我会自己炒料做火锅给我父母吃 我做的火锅底料先是放油油和菜油 投入生姜 蒜拌 葱段 然后炒香 投入飘洋过海和成都带的豆瓣 还有四把海椒 扁得稍微有点酥 放入八角 三奈 桂皮 小茴 炒果 紫草 香叶 香草 加入 牢钊 胡椒 鸡精 盐炒制 等水气炒干 香气四溢 冷却后就成了火锅底料 其实我的肠胃不是很好 不适应火锅的麻辣刺激的味道 但是我喜欢吃火锅 忍不住嘴馋 但是吃了火锅以后身体会不舒服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喜欢吃火锅 2014年我回到了成都 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就是好像已经闻到了火锅的味道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激动 在我眼中火锅不仅是一道菜 还有表达了我对我的艺术的态度 包容和张扬 火锅 什么菜都可以烫 油汤 翻滚 咕咚咕咚的声音 杯子碰杯清脆的声音 这些都可以在我作品里找到重现 我锅给了我灵感 也给了我和家乡融为一体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